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伯母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對戰組合 看到前面選那兩隻都覺得蠻正常的 結果打到繼續選的時候 跳出一隻猴子 不會真的按下確認吧 最後居然按下確認了 其實我心裡一則喜一則右 因為這種陣容 他們拉開距離你是非常難防守的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那種 其實整場籃板籃板球可能加起來不到三顆四顆那一種 也不是說手不太住 而就是對手不太住 那我們的陣容的相較來講 還比較好防守一點 那這一場的確吃足苦頭 因為對方的火鍋真的是蓋得很不錯 那整場的基本上最後一次險勝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什麼虐奇怪陣容 但不能但這種陣容真的擺出來 可能勝率真的不高啊 可是還是有機率贏球 就像我以前也是有遇過三小陣容 不過他們對方還有一個慈喪 也不能說到非常小 一開局先試一下他們的一段 沒蓋到漂亮 成功的混奔混到2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要怎麼進攻 最主要應該還是仙道跟猴子上的配合 結果慈喪開局就先站在那個地方 裝孤批 可能大家可能想說算內轟一下 結果居然進球了 轉身二段被仙道拆到 那地板球居然沒有被光頭撿起來 蠻尷尬 我一直想說我們這個球 就算變成地板球 應該光頭可以幫忙撿起來才對 好了我們現在這個籃下 基本上守好外線的只要讓他們頭丟 那籃板的話就由我們掌握 比如說像這樣 對方要搶到籃板基本上比較難一點 這個我覺得花型就是不太會打機制球 要是我打的話當然第一球是打內 因為掉下來的球還是比較容易被隊友撿走 那仙道這邊的話也沒干擾到 有點尷尬 因為仙道他一開始進去有分球的動作 所以下一球進的機率蠻高 這邊再一段直接切進去 不跟你們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 三下至九三上優雅 那我嗅到仙道想要出手的感覺 但很可惜沒有扒下來 不過蠻驚訝的 籃板球居然被猴子撿到 那這個地板球我也撿不到 有點尷尬 那先到進去分球猴子再扣一次 花型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沒他的事 不過沒關係反正正常打就好 因為我覺得我們勝率還是 機率還是比較高 那花型這個起碼射箭 這種低板球花型自己掌握度 其實是可以很高的 那我這邊再把球分給花型 花型如果會打的話就會打一個後仰 那這一球進的機率是很高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剛對方三小成員 全部都聚在花型面前 其實很容易被池上撥掉這一球 那池上是突然變成氣氛大師了 是嗎 我突然想說 哇現在只是8比8而已 你為何如此 這般這般 那這個屠如其來的一段 被對方給識破了 被蓋起來 那花型這邊再打內是可以的 漂亮 他等一下再投一個後仰或是中距離 命中率也是會偏高的 那這邊換你突破 進去分球給猴子 猴子看到這顆球掉水溝有點髒 直接往仙道的頭上扔 其實我們小時候打籃球 籃球不能滾到水溝蓋裡面 真的是很髒 那這一球猴子大招沒蓋下來 有點可惜 我覺得位置算有站好了 但時間也沒抓好 那這個突破 再想下一次要怎麼進攻呢 真的是有點煩人 不過花型這一個拋頭還不錯 投了一個空位 下一球我已經察覺到了 先到他想要後仰 那我就馬上黏上去 有沒有看到 直接給他刪下來 地板球也落在我們手上 那這邊做了一個 小龍上籃 但是被對方抓到 那花型這球又被抓下來 那這邊一個二段 驚險得分 那現在比數來到了4分差 稍微安心一點了 因為其實對方要整個守住 也是有點難 那先到這邊進去分球 猴子一個後撤我直接地王求饒 但是他完全不領情 那我這一場呢 其實被他的這個跳步後撤 給弄了兩三次 蠻尷尬 然後這邊想說 再來一次 哇球滾出來 還好花型搶下這個低板球 那他在那個位置 球可能會被操掉了 我這邊一個虛晃灌籃 Thank you very much 時間還是剩下兩分鐘 其實我不喜歡節奏打那麼快的感覺 但因為我們的陣型偏大 所以我怕會被操掉 哇對方又送幸福 當幸福來敲門 我這邊身上是有個大招在的 花型決定自己開大招 應該是不會被蓋到 因為光頭幫忙擋拆 我跟你講花型開大的時候 大家真的不要賭 就是要幫他擋 好不好幫他擋 就算你多討厭他 還是要幫他擋 那這一球時機太晚了 大家每次在蓋大招的時候 底下也會跟你講說 是主觀位置不對呢 還是這個太早還是太晚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注意一下 然後再慢慢的去蓋 那對方蓋福田的節奏通通都偏快 因為在正確鍋點的時間點 他們全部都起跳 好這邊二段很可惜 他拉到籃框的另一側 那那一側我就蓋不到 其實感受得出來 對方還是這個正面能量滿滿 都不覺得自己會輸 那這一個空位出手 還好光頭搶下這個地板球 那大招大家輪流開Eurostate Thank you very much 漂亮成功再拿下兩分 目前的比分來到了6分的領先 我覺得對方 OMG又被猴子給細耍了 不過這球彈得出來 那漂亮我好歹也是個大前鋒 搶下這個籃板球還是可行的 結果對方慈善 我以為他一致消沉 我只能說我也信成 先到這邊切進去 分球猴子這一個接球跳扣 跳得還不錯 那很可惜沒有守下來 那球全要被對方多拿去一個 其實我們的陣容 算是一個三大陣容 PK一個三小陣容 花形這一球如果 哇可惜啊 他的機制球感覺已經被弄掉了 馬上接到球之後 一個轉身一段上籃 花形的剛剛那一球 如果他往後仰拔的話 有成功投進去 命中率是蠻高的 那猴子這一球老天有眼啊 讓他彈得出來 我只能說最近的猴子 彈出來機率真的蠻高 蠻衰小的 那還好花形手臂夠長 那這一球被仙道給拆到 不過我想他這一球應該本來就不會進 那一段也被對方蓋掉 哦呦對方開始火鍋店長開起來 我也回送你一顆 但很可惜地板球在他手上 那這邊再蓋一顆 連續蓋兩顆怎麼樣 How do you do do you do 一段上籃二段被蓋靠邊咧 哦這個仙道啊 蓋了六國 那猴子大招又開起來了 哇這個位大位置都不太好 好了現在呢比數呢來到了4分差 但是這一球如果打進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靠邊結果一個世紀無敵 宇宙大燒賣爆船 好花形這個起碼射箭彈了出來 籃板居然落在對方手上我有沒有看錯 而且猴子這邊還投了一個空位啊 哇哇這下我們尷尬了 而且呢有點緊張啊 在後期啊這最後的一分鐘內 對方突然啊急起直追 那花形這一球又彈了出來 還好我搶下這個籃板了 馬上碰到邊邊一個反身上籃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花形已經連續兩球沒進了 應該照理來講啦應該是連續四球沒有進 第一球呢是空位出手沒進 然後第二球呢被撥掉 第三球起碼射箭沒進 第四球我覺得該進的時候呢 剛好被池上岩桿 因為岩桿的話就不能計算在機制裡面了 好啦最後送你們個絕望的 Thank you very much 這一場應該還算是有驚無險的拿下 因為這四分的分差應該是守不下來了 好先到這邊我又跳完了 我一直覺得仙道的大招火鍋點有改快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覺得 因為以前不是說大概什麼沒 哎呦綠尖來了是不是 以前什麼眉毛碰到籃板 我覺得最近好像有點快 感覺是他那個刺蝟頭刺刺的 刺刺的有沒有感覺熱熱 好沒事 大少爺原來一餐十萬塊這麼飽啊 下個月從你薪水扣 不要喔少爺 入戲了入戲了不好意思 好啦反正這一場呢就是這個驚險的結束了 最後稍微有點危險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陣容 要不是仙道很會蓋 不然早就讓他們投